这件事我们一开始的 今天一集我们就不要说一些严肃提供 就说一些juicy一点的东西 就比较上就是我们的身边 就经常或者都会遇到的事 发生的事就是我们经常说 有什么事比遇到一个潑负更加头痛的话 就遇到两个潑负 但是这个深圳所谓的奔利阿菇 就不要说是女士情阿菇来的 就是女什么事啊 就是那种失疑啊 发疯啊发烂炸这些 这些事首先香港不多见的 香港不多见的 有几个层次去看的 我们逐个剥羊冲这样 四个哥哥和大家去讲 第一 一和人吵架的时候 那些女士就很有趣的 往往很喜欢 你什么这么厉害 我家里怎么办 就是喜欢吹自己的家当出来 这些可以看到一个人 有些水准的高低 水准的高低 第一 大家信不信他有五十架奔利 但我就不信的 老实说 我信他有钱买奔利 他们自己开一架Banny Banny不明的 路斯罗斯之后就是Banny 但是我喜欢这些 我喜欢 路斯罗斯就不是自己开的 Banny可以自己开的 像阿华房车 英国的车 我自己本身是喜欢Banny 如果你有什么我 路斯罗斯我喜欢旧款的路斯罗斯 就是老洋车那一款 就是人工软件 人手打造 他说有五十架Banny Banny 好老实说 如果你有那么多钱 买得在Banny 五十架你就算 一架两百万左右 五十架多少钱 成亿的了 大哥 真的 不是啊 十亿啊 是不是 一架两百万 两百万 五架一千万 一亿一亿不是十亿 一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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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亿 就是你有那么多钱的 你很喜欢Banny 你都不会买五十架那么多啊 你以为鞋吗 和我同一款 几个颜色各样一对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概念 不是买车 为什么 Banny很喜欢得好 多三架四架才停的了 就是一个Sport Car 一个豪华一点啊 一架或者七人车之类啊 就是不同款式啊 玩一架老爷款一点 就是这些已经够了 你已经说不到第五六七部的了 五十架 你本名就是叫 就是抛人啊 我们叫抛下头 就是笑料啦 就是这样是恐怖水长 抛下头大人 一下子笑一笑啦 如果你有那么多钱 你买五十架 是真的被人笑的 一款车买五十架 是被人笑的 就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呢 就讲到一样东西一样 就是我们看了那条片呢 好笑 一个煞气吵架嘛 一个男的 年轻一点的 不是在那里哭 就是这样吵 通常这些什么情况 你开得病 那些对方就开得罗斯罗斯 大哥 就是大家叫 叫乌龟玉皇法 就各有千秋啦 是不是 就是住得那些地方 就收得这些车的 在深圳的话 就是像暴龙哥说的 你撞死人说我的名字 不过不要撞得太出名那些 我怎么知道出不出名 我看一架车就知道 对方都不是犯犯之辈啦 是不是 在这个层次我们看到什么呢 往往我们看到的 中大陆人那种吵架 和香港人 或者文明世界的人 去处理同一样的事情 这种手法 坦白说 在香港呢 通常出这些情况 你这一架车用我的车 出不了来 就算有口角就行 不会同样有口角 第一件事就是叫管理公司 叫管理公司 就是跟他说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抓得Banny 你都是磁器不是光瓦 而对方 那个男人 他硬寸刀 你看那个款 看他的衣着 你是很基本判断到 这个是司机来的 还有为什么 Banny跟罗斯罗斯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都是我告诉你们 Banny自己抓 正确有钱的 罗斯罗斯是请司机抓 这个很明显的 简单判断 这个是司机 你跟司机撒起 有失你自己的身份 对吧 就是你有文明 受过教养的人 一看一看 笑一笑 我不需要跟你说 我跟你老闆说 就是你不同的等级 不同等级的人 为什么有钱人抓呢 就是 为什么路斯罗斯 有钱人抓呢 我真的不懂 Banny是有钱人自己抓的 哦明白 通常 而路斯罗斯多数是请司机抓的 多数的 多数的 你很少人自己亲自抓路斯罗斯 你年轻人家抓路斯罗斯 走出街被人笑 你是司机 路斯罗斯当然坐在后面 做老闆 你有多可见 李嘉诚亲自开车 当然有人接送的 坐招就不会去逃招 但是 开Banny Banny始终有一些活力型 sport型 就是 演笑自己身份 还有 那款就没那么老饼 所以很多人 是喜欢开Banny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的空隙就是这里 介乎 就就是 路斯罗斯的全高级 和一些 没那么高级 就想开车啊 但是又不想开Banny 是这样平常的 Banny不是不好 是平常的一点 就是选择Banny 就是你一看到对方 你一判断到可能是司机 你不用跟他说 其实这些是文明 比如这件事情 还是我去处理的 很简单 我不是叫管理公司跟他说 我不用跟他怒气 你不开车啊 我不是跟管理公司说 再来一个比较上 就是耍一些手段一些的 不是善良信律一些 你不开车就行 你不开车就行 你就打电话 给那些什么 什么什么 那些有力人士啊 就是黑社会啊 白社会啊 那些人呢 就是叫那些大哥 你有空没事啊 就是自己走开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真的 都是我 跟你认他低位 没什么所谓 不过转头 你车不知道为什么 不见了几个车 而已 或者车啊 找个大银而已嘛 找个大银 一声 整个车门啊 整个车身啊 花哩花车啊 或者找那些喜忧水啊 就是 那些孤雅者最流行啊 找那些喜忧水啊 一几个孔啊 你喷油重申焗油 你要多少钱啊 没有十万要八万啊 是不是啊 那看哪个痛苦那些 是不是啊 你无需要和人撒气的 是不是啊 第三 你说正规一些的 那老实说 行行行行行行 我和律师说 我叫律师 和你那个车主要律师说 就是大家用法律解决 就这么简单 就是什么和人争 就是还用什么当众和人争 是被人看笑话 你看现场好笑 整个人围着 在那吵架 没有人劝架啊 大陆很有趣啊 一个人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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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人打架 因为大家苦闷 压力很重要 就看你们打架 有些人打打不打 拢起来就继续打 真是好严 我们小时候打金丝猫 啊律师你说 一种蜘蛛 中华涌球猪 我们香港人叫金丝猫 两只在那里打 很有趣 你另外外山人就说 打蜥蜀 好像打蜥蜀那样 推翻了 接着打不准停 这样 好过瘾 那打打下 在一个狗前之间 那这位阿太呢 就说露底出来 结果被人 就是欲算了 你男 就是男人首先插水先的 插水立刻 我躺下我被人打 那样 又欲算 这些人直接红牌 红牌赶出场 演技太差 那女人都没埋起来 你干什么自己躺下 结果她躺下那女人还搞笑 躺下了一份 博在那男人 那个男人的旁边 好像一个情侣那样 两个人在地下摸地沙 你搞什么 在摸地沙的过程里 露底 难听说 香港的女人 如果一条纹短一点 自己做打底褲 在这里遮一遮 那被人揭发更好笑 被人揭发 那条底褲很值钱 很多人的 一个月的人工 我说这些不是很在行 我就不知道 那么值钱的底褲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名牌的内衣服是很恐怖的 价钱有些是贵得很厉害的 2千元一条啊 2千元一条啊 哇 我没穿过 我现在没见过 我不知道什么感觉 穿上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很愚蠢 但是很老实说 很多人说 为什麽这些女人 特意不穿打底褲呢 大家不要忘记 有些女人的心态 特意穿迷你裙 穿一条很性感的 tea bag 可能特意被人看的 她透过这样呢 来显示自己还有吸引力的 有的 有这些什么人呢 世界什么人都有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女人是多么多么 没有水准 结果闯和了 我有一句说话 我有50个benny 结果被人 网上现在 互联网世界很快被人起底 根据香港就犯国安法了 分分钟 深圳是没事的 很有趣的 那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吗 而且一看就看到 这个是高官 这个原来是 深圳纪检委的那些人 他就说 立刻出来割席 那个男人说 我们不是夫妻 我们是情侣 真的不要赢 我们没有结婚证 但是 跑到大陆 我们这么久 我们都知道的 所谓情侣 小三 司机 在一个 这个官场运作上面 我们通常扮演一个 叫做洗钱 洗白白的角色 就是 有什么事 不就是说 不关我事 但是你作为一个 纪检的人 他好像负责什么 好像负责 免税店 那些 发达 你知不知道怎么发达 你以前 你深圳过去这十多年 你碰到免税这两个字 怎么发达 逢年过节 一年有三个节 一个新年 现在刚刚过了 下节 端午 一个中秋 你一定要送礼 要不然你怎么升你 水鬼升王 升城王要靠老板 歌仔也要唱 就是 你又要送礼 但是送礼呢 给那些官员 说你 用不了那么多的嘛 譬如说 你去茅台 个个送几支茅台给我 那我 收到十凌二百支 十凌二百支 一二百支 那我怎么办 就交给这些免税商店 你换钱 当然 你交去茅台市价一千元 不可能一千元交给人 你半价回收 那差价又在那 是不是 那他 那你都 那个官员 变数来说 就收了 收了 收了黑钱 现在这些什么免税 免税那些呢 又留在市场 那他就中间赚了差价 所以这些位呢 是肥缺来的 这些位是肥缺来的 所以他说买到五十个免税 我就真的信他有本事 一公布了这个人 他那个男朋友 他就说老公 其实 那个男的就说这个男朋友 是女朋友 有男朋友有关 没有结婚证的 同居的 他真的有这个本事 是买到五十个免税 你知道大陆的 舆论有压力的 尤其是做官 尤其是做检委的那些官 就是这些要监守制度 就是查案捉捉捉 那就可以了 那我想会很麻烦 我老实说在官场里面 你在大陆官场 如果你不贪的话 你很清白那个 往往结果就是 你是贪污那个被判刑 被判到很重的刑份 因而这样刁冠 所以说这件事 这个男士 找到这个伯父 就是做情人 也说 还说又说 这些女人有神奇 你看出来 pose的照片 两年前的样子不差 但是现在的样子 不知道是去年还是两年前 我网上的照片 看都可以的 可以的 皮肤白白正 都挺漂亮的 但是 昨天出来的那个照片 整个肥猪肉 哈哈哈 真的很深刻 你这么有钱 那些文明地区 你一旦有钱了 就马上 就是keep fit 但是很明显看到这位女士 就是步伐户的心态 一旦有钱 哇 飞上枝头 变凤凰了 就狂饮狂吃 又不保养自己 结果现在的身形走光了 身形走光了 一旦爆这件事出来 就给一个藉口 这个所谓男孩 一脚踢开你 一脚踢走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是必然的 所以说 做女士的 永远要记住 男人眼中的女人 一个就是 新鲜感 你永远保持新鲜感 就是花样要白出 第二呢 就是你一定要学会保养 学会保养 因为男男女女都是啦 就是如果 你人不保养 就是 人未到四十岁 头发脱了 就是 又脱了 就是整个坏东西 你也很异常 就是这个是 爱美是人的天性 所以由这件事呢 就可以看到 就是几个方面 包括这个所谓 那个大陆人 那种这样的 应该怎么说 那种这样的 品性 品行 再加上那种 看到的官场 你腐败到什么情况 一个 纪检位 这个 真的 老实说 这些是芝麻绿豆小官 都有能本事 可以去到这样的大坏 就是贪污到 就是大陆的贪污 现在贪污几百万那些 就是你没出声 那些已经是清官来的了 你看 一个芝麻绿豆小官 走懒地 都数二十亿的 老实说 你买得五十个 给你成一亿 去买车的 那你不会 身家得过一亿的 你买车的 你起码 起码有十亿 还有你买得车 那你都买车房 买车房 一定要跟着 那个楼市去买的 那个楼市去买的 那你一定买楼的 还有中国人 有土著有金的观念 肯定买楼才买车的 那你想想推回去 你查下去 这个人肯定就不折 就是 就是买楼呢 就是可能更恐怖 就是自己 自己名下或者 这个女人名下的楼 估计名下的楼 就是这些东西 人怕出名猪化肥 你一出了名 把刀一下去 这棵狗菜就觉得跟了 我想这个人呢 啊 必有大和 所以说呢 识人呢 真的要看人 不要立免交些潑负 啊 分分钟呢 就是和呢 就是和从口出 就是这一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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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第二个女人的故事 啊 今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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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人呢 这个女人呢 就是中国经 啊 经济的国师级的教授 你叫她 陈文玲 她昨天在武汉那里呢 就说一个论坛上面 说了一段 就是 吓人听闻震惊国际 她就说要收回这个 呃 呃 以防这个美国制裁 收回我们的台积电 就是莫名其妙 这件事 就是台湾 就是当然是震了 什么理你的台积电 台积电从来都不是中华人 哈哈 哈哈 就是 那有这件事 我们几个层次去看的 第一个层次 呃 呃 那这个陈文玲 为什么要这么特别的 拿出来说呢 因为这个呢 就外传呢 就一些政府的经济政策啊 甚至一些国务院法的 关于经济方面的 的文章 她是写作班子之一来的 就是你的国师啊 我开头说这个国师级的经济研究院 真是很大价 她竟然她的思维 还是停留在十八九世纪 就是海盗式的思维 喂自己 不要花时间去发展 喂人家有的东西就抢了它 在台湾更何方 台湾是自古以来是我们中国的 去的东西而已 不是我们的东西 就是你睡醒 就是这些是没有知识到什么地步 我就算今天 我几个层次去讲 就算今天被你抢了台积电 我被你抢了 你以为抢了台积电那部光刻机 你就可以生产三厘米二厘米那些 那些什么晶圆呢 台积电马上就这样去讲了 就是批评这个什么言论 就算今天台积电移去美国 德萨斯的六脚 因为你生产一个这样的晶圆 那个加工的过程里面 周围很多配套的 周围很多配套的产业要一起去 你不可以突然间 重台积电 你就这样过去 周围的配套 靠底下那块板 去生产那些药水 它的设备 配套 维修 保养 那些冷却剂 那样 它不是一间厂 台积电弄完的 它是靠下游那些去帮它 还有那些晶圆设计厂 你没错晶圆设计那些 你可以透过电油 电子方式去解决 但是 很多生产上面的配套 就算台积电自己说 每一间厂去到美国 如果没有下游那些的话 它都未必生产到 2、2、3厘米 那些尖端的科技 尖端的科技 它是整个背套的 就算今天被你真的拿了 人家可以不帮你那部光刻机去维修 那你就死了 就等于俄罗斯那样 你的民航黑机 现在制裁了 民航黑机 俄罗斯叫做飞一架 少一架 天上有就地下无尽 你飞去天的话 下面那架要维修 下面那架飞不了 要拆下面那架机的零件 去顶一架才飞到一架 那再拖下去的话 就极够不行的 大家看都看到的 就是focus到美来 美来一两年 俄罗斯的经济是倒的 是崩溃的 雪崩式的 是谁都救不了的 他这样说 也都凸显到一件事 是非常恐惧 非常恐惧 就是说一些这么失格的言议 第三个详细去看 原来这二三十年来 一路讲统战 一路讲伟大 中外文包福英 两岸六一中 两岸一家亲 讲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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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要偷你 sorry 不是偷 是抢 他就是要抢你 就是其实 但是我们套一句很俗一点的 什么说话是什么呢 原来这个奶虾猫 一早就夹中你的 美女 只不过之前和你清卿到底 是我们一家人 来到家吃饭呢 原来眼角在瞎着你老婆 现在是直接说到出口 我看着你老婆 我现在要去唱 就是说得很俗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 事实上 就是我说第四个程度去看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大 世界经济第二大 极有可能取代美国 成为这个世纪 实验伟大的民族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强国 这个是什么伟大国家 伟大光荣正确 党的领导才是伟大国 为什么是思维不在 花钱花精神去培养人才 搞好科研 反复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 不是啊 人家制裁我们文明 我们不想搞 人家不让我们搞 但是你有没有反省过 你这二三十年来 你是怎样去做啊 怎样搞科研啊 你去外国 你去那些文明国家去偷 做间谍 去不民自裁 你是做这些东西嘛 是不是啊 我没有说错啊 你那个所谓千人计划 做些什么呢 为什么人家在外国 全部对你 大陆人一出去 读一些理工科 全部下集了 因为你习惯 人家不是不想帮你的 我们六四之后 九十年代开始 就希望透过一个经济改善 怎么办 结果你真是科技学 学了 掌握了科技 你用这科技来做什么 更加掌控人 更加掌控人 就是这个东西人家 在文明国家 就是普世价值 就是说自由民主法 自由民主法 自由民主的国家 看到是不是未然的 就是你现在 屠窮被厌地 这样赤裸裸去 抢人家的东西 抢个根本由之中 不属于你的东西 什么台积电是来的 啊 什么时候是来的 就是方天下之大谋 就是这些说话 如果由一个 胡锡上说出来 大家笑一笑 当他无知 因为胡锵盘 大家知道什么事 他是个狗 一个盘扔出去 一直含着 就是主知 叫他往什么方向 他就往什么方向 我们笑一笑 但是这个是国师级的人 竟然说一些 这么不得体的说话 就是你可以看到 所谓大陆的人才到哪里 还有你也看到一件事 很搞笑 我用轻松地看 大陆的经济人才 是可以是这样的脑跟 这样的脑跟 你觉得经济会不会很好 就是你用几个角度去摄一摄 换一个角度去看法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离谱到这样的 当然啦 既然这样摆明居马 你肯会招致 就是美国更加提供 你既然这样说得出声 那就OK咯 那就派多些军党来保护台湾 甚至老实说 你既然说得这么明显 人家更加明显 港打港杀就这么多 基隆和高雄 长期派美国军兰 长期驻守 那你怎样呢 打不打 整天一日到刻 港打港杀 就是 你以为是分别裂 整个西汉时代 用马刀去讨公义讨和平 你证明自己有多强大 这个时代过了 真的过了 成吉思汉 和蒙古人 我们只是看到被逃成的子民 那种颠配流离 那种惨犯 血流成 一个文明 一个一个的文明被摧毁 就是我看不到 有什么什么什么先进生产力 不好意思 我真的看不到 就是用今天的眼光的角度 去看回历史就是这样的 在马刀之下 何来先进生产力 现在是文明的社会 他什么东西都要讲道理 讲清楚 不能把口讲 要身体力行 就是 我是想不到 21世纪 还有些人 这样提倡 我们要强大建议 强大建议 透过侵略 透过去抢 透过去打 去拿回来 不是啊 靠远实力 很简单 你看远实力 举世拍手掌 无论你贊成 还不保留皇室制 反对皇室制的英国人 他都不得不佩服英女王 这个就是软实力 单凭英女王这个皇室 每一年就为英国 带来100亿英镑的外汇收入 因为很多 也是很漂亮的 很多人去到英国的话 凡是有皇室 Logo 英国那些东西 英国的颜色 调得很漂亮的 就是他买了很多这些 很贵的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就是 你想想那些旅游啊 就是大家很喜欢看 啊 女王的风采啊 和女王作为一个 一个 一个象征 一个言论自由的象征 所以他最没有言论自由的那个 因为他要紧而信任 就是不得无理 就是大共决志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 一个国家的强大 不是靠船肩炮来这么简单 而是靠国民的质素 对世事的认知 对身边不公义的坚持 坚持平反 就是坚持公义的精神 还有对小动物 猫猫狗狗的外户 就是很多的标准去判断的 不是单一 我有枪 我有炮 我在外太空 又射三个太空人 在外面怎么怎么 我们看到的 苏联 我们小时候经常听这些新闻的 联合号太空船 太空站 苏联 最长那个好像 在外太空六百多天 不知道六百多天 我忘记了了 就是彰显这个太空实力有多强 太空实力有多强 那个列根总统一句 我们搞星战计划 现在的俄罗斯 现在的苏联 去不回 就是大家知道 这些是荒诞 我们今天看到大陆 在太空科技上面 走着老苏联那条旧路 你用这些东西 就想告诉个人 我们的科技有多强大 我们去到外太空 怎么怎么怎么 他们永远 那些大陆人 永远永远不反省 反思一样东西 美国在五六十年前 以前六几年已经上过月球 为什么这五六十年 都停顿了 再不上月球呢 为什么不思考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呢 那套赛跑去 摇上去吃月球 等你上去 可能美国都发现有火候风 有乌光 有肉态在搞药 乌光在搞药 乌光在搞药 是不是这样 等着你中国人上去 认回月球自古以来 是中国的 不是啦 你美国已经不断去外太空 去到冥王星了 那些乌光在加西亚太空船 现在是 乌光在登陆火星了 已经 在做这些事情了 我们中国去到火星了 人家听清楚 人家说的是登陆火星 不是去过火星 听清楚 我觉得 很多事情要思考 要独立思考 想回头 而这个在海军的发展上面 很明显很明显 大陆现在是在走一套 当日日本联合艦队 356在走一套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你看看 王毅出访太平洋十国 我早就已经说了 没有这么简单 美国澳洲 纽西兰那些 不要这么轻易放手 现在你看到的一件事 除非你的海军实力 你自问 有本事 在这个太平洋诸道 是可以跟美军咬售瓜 但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你不要告诉我 你是靠默元号 张元号 再加上003那只 好像海南也好 海南也好 海南也好 你想着这三只航母船 跟美国那些航母船 战斗群去打 我真的看不到有什么胜算 就是给北洋军 晚清 李鸿章和北洋艦队的时期 他相当 当时北洋艦队是亚洲最强的 敦伟 结果日本一样赢 为什么呢 人员的质素 整个很多是配合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开战之前 大家以为螺丝很厉害 结果一打下来 辽克兰都打了一百多天 都打不成 那大家看穿了 现在 去到战场 用古董级 博物馆级 T622坦克 去做主线坦克 那你看到什么事呢 就是你 竟然今天还用这些 穷兵俗武的手段 作为一个国师级的女人 就是不知所谓到极点 是什么 那是什么 神奇哥 打台湾打不打就不知道 但是现在都看到中共的空军在南海 东海 先好这样挑战阿澳中和加拿大 但是他口气还挺硬 我刚刚说完海军在南大平洋 就是说在南大平洋 其实 空军呢 过去这几天呢 也是 就是很勇猛 分别在 中国的东面 东海那边呢 就 跟一架加拿大的军机 非常接近地飞行 非常挑衅 最近距离好像去到六公尺 六公尺非常 在飞机上面非常非常近 还有说好像喷那些 反飞弹的铝薄出来 因为这些是非常危险的 那些铝薄如果卷掉那些 定义机 加拿大那些定义机 那些是政策的 那个引擎里面 马上那个引擎会烧毁的 就是很危险的 在高空你做这些 飞机前面做这些动作 非常非常危险的 幸好加拿大的机师 就反应运势了 就马上 就是 就是 调转方向呢 避了那些什么铝薄 那些 再加上在南海那边呢 就 也都有同类的情况 不过是对澳洲 P8的反潜机 首先说一下 加拿大那些机 是在执行联合国的任务 联合国的人务 是监察北韩 有没有去偷运那些货物 因为它是禁民嘛 被联合国问 有没有偷运那些货物出口 又从而 就是 补上去联合国 做报告那样的 我老实说 人家在做的是联合国的任务 你都是联合国 你会必然成全之一 那你就知道 人家在做这些东西 你竟然在这个时候 还派机 出去那样去搅搅镇 就是挑衅去 你保住北韩 保住北韩 你都不用这样去做 就是 就是 在南海也是这样 对澳洲也是这样去挑衅 胡锡进 和国防部 就是打到国防部又说 喂 这些 你进了我们的领海范埋 那怎么办 就是我们随时会怎么办 你够强硬的话 就是 就是 就是你够胆来的 我们够胆 够胆赶 那首先 他把南海私有化 这件事已经是连反了国际法 因为南海在国际中堂那里 已经判定了这个国际行动 不是属于中国的 当然是中国人的 唉怎么搞错啊 自古而来是我们啊 我们的九段线 国际法不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咬这个问题 就是首先你了解国际法 先讲什么 就是这件事我提到 我不讲了 因为很长篇的 不是说你今天有个南这样过去 你说南海叫南中国海 不是我们中国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整个印度洋就是印度 是不是 那菠萝的海就是属于菠萝 真是睡醒了 了解一下国际法海域的定义才拗 判了的了几年前 如果你想加入国际的话 你就必须遵守国际法 你说国际法对我们中国不利的 不遵守 输打赢要 没问题的 我觉得真的没问题的 海军实力救不就行了 结果人家欧美国国民国家的战艦 11国的战艦就沿着南海 在台湾海洋穿过去 就清清楚楚话给你看 自由航行权利 好了 你是不是真的要动手 就跟11个国家动手 因为现在摆明居民地跟你说 这个是主要的贸易行动 如果你不让人走南海 或者你在南海要收购路前 你想着用这种方法的话 人家回应的方法也非常直接 现在摆明了 就是我刚才说了一句 你的海军是不是有本事和11个国家打 不单止美国的 和英国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印度也来 那些国家一起练 在亚洲不是只有你有航母艦 印度有 泰国有 泰国有航母艦 用来给泰皇做花船 就是人家都有航母艦 那怎么办 你知道我们伟大祖国和印度 那些关系挺好的 挺密切的 就是两个已经是用南海在边境 借火了鑊了 就是你想一想到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他还这么做呢 就是周围挑火头呢 那 我的判断 这件事情 就跟中国的内政有绝大关系 我们中国历史上经常说 当内部的压力太强了 就是对自己不利的话 当政那个 华智那个 受到权力失能挑战的话 往往会采取一些方法挑起外征 第一 将我的注意力转移 第二 透过外征 就宣洩军方的实力 握在我的手 就叫国内的挑战者不要乱来 那现在国内有没有什么事发生 真的有 又真的有 就是现在出几段新闻 一会会讲到的 就是习近平那个权力 就似乎 现在讲到洋洋洋洋洋 李中堂 李克强总理呢 就一直在挑战着 甚至说什么理想习下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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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上呢 就见到这样细色不对啊 这样 有些心里面有一些啰啰乱 不是很舒服 不要了 就趁加拿大机飞过来 澳洲机飞过来 你出去出去 撩一撩 但是千万不要撩美国 因为美国讲明了 已经公开讲明了 再有同类事件 你一飞近的话 它就用战斗机打你 它讲明了 美国已经讲明了 澳洲 加拿大那些 它空军没那么厉害 它不敢乱来的 澳洲的 我们还可以克服 它那些可以克服的 就是此之简怨的链链 但是 咦 招兵这样去 一下下来 说 就是挑起了些什么外征 就是说给 就是 李宗棠这帮人 这帮支持者 哎 炸壮的依然是我 怎么怎么 就是军方还是我的 就是 就是 这种意味 不可以说是很浓 是有这种什么意味 我个人觉得 就是 这样显示了出来 但是 这些事 可一不可在 就是 如果你不断去玩 这些什么 就挑起了 除非你真是有胆 把它打下来 你侵犯领空 不一声将它击下来 除非你敢 你这样不断去挑起 遲早 别人又做一个这样的联盟 也不要忘记 有个ACRUS 日英 不是 美英澳 有个联盟在里面 有个军事联盟在里面 现在是 整天想拉拢了日本 拉拢了日本和韩国 那条防线就固定了 第二阶段 再拉着台湾进来 不怕拒罪你 如果去到这一步 就是这样包围网进来 就是这样人家 也可以升机来 去防卫的 升机来防卫 你又这样去挑人 就是空战 就是来一个多辉 就是人家在质问联合国的任务 你去干扰的话 那这些一定是 文明一点 就是去联合国解决 投诉 因为联合国也是很多 大陆里面的 很多小帝国 很多什么年轻 看看带头去投诉 所以 也都会牵涉到这件事情 这九二九支 也都会影响到联合国 一定会探讨会不会重组 现在已经在吵架了 已经在吵架了 因为丐帮太多了 对文明国家觉得 喂 这样不公平 这样也是的 而且我们不公平 好像现在联合国在纽约那边 经费很多人在美国出的 特朗普那时候已经说了这个问题出来 钱是我出 你理由不帮忙撑 有什么事去撑他 那不如不玩了 我们退了 特朗普就直接一点 拜登毕竟是搞外交的路手 好 站在那里 在联合国跟他捏过 争过 这个两体 老实说 你没得跟他争的 如果根据现在的现象 真的没得跟他争的 特朗普当时的那个说法就是 我们自己再搞个有钱人俱乐部之类的东西 这些穷国的联合国 甚至把我们赶出美国 你们在广州搞个联合国 我们不来 我们搞另一个 可能世界民主同盟 特朗普时代已经吹嘴搞这件事 是不是 所以说你这样久而久之 再利用这些什么 转空子 在一个国际上的转空子 再这样玩这些的话 会招人来反感 招人来反感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这些不是一个 建立在世界人民的角度中 我强国 不是 绝对不是 你强得过当年的 希特勒纳索德国 和日本的 关东军 即是大东亚共荣 即是口号多响啊 刚才真的 即是结果去你下场是怎样的 即是这些老怒 明知是错的 那何必行呢 是不是 即是 有隐忧的 但是呢 你不断的挑起事端 来证明自己强大呢 我觉得真的毫无必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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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